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上长谈新入时事话题 我们继续跟Dr.Lo谈谈 如何有效规管大麻 刚才我们上一半可以说 对大麻有另类的认识 就是它有好处 但任何药物好处过度使用 便会变成坏处 所以如何恰到好处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 提到规管 刚才看到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进一步研究 酒和烟一直都被大家认为 是与大麻做比较的 然后有人说 你吃过大麻的话 你就会变成吃毒品 吃更严重的毒品 这个有没有证据呢 我以个人来说 大麻这个TXC 不会让你用别的毒直接 但环境会影响你 例如小朋友 买一些大麻的烟 但你不知道大麻的烟 里面有什么杂质 因为卖毒的人 经常想你再来光顺 他可以做多些东西 例如PCP Heroin 其他的毒 你不知道 你用了之后 就越做越多 就有这个危险处 另外一件事 就算那些人 买毒的人 没有弄髒东西 但他的袋又有其他东西 你试试戴麻 你试试这些吧 这些更好 这些就更算了 这个我很担心 但是 有一份资料我看到的就是 其实容易上瘾 不是大麻 大麻 令你上瘾的 那些化学成分 是很低 低过烟 低过酒 所以在规管方面 有些什么 我们 烟和酒的规管 是经过几十年 差不多整个世纪的演进 越来越严格 越来越完备 所以现在我们 规管大麻 是后来居上的 要有些什么 可以学到的 可以后来居上 可以防范于未然的 你说得很对 因为addiction 就是上瘾 大麻是一百个人 只有九个会上瘾 烟 一百个人有三十二个上瘾 酒 一百个人有十八个百分比 大麻是最低的 都可以上瘾 你经常用 一个个人来 有些人吃大麻 没有什么大作用 有些人吃大麻 很大作用 不过这些又要quality control 因为你一个麻烟 里面的杂质 不能够各个一样 不跟我们吃药 你是多少个mg 就是这么多 说回来 我们要很小心 以我个人背景 除了可以大麻合法 未做之前 第一件事 要教育市民 尤其是要教育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用 有一个不好处 就是 当你是十多岁 一直到二十五岁 这段时间 我们的脑 正在长大 我听过 我们的脑 我们人脑 是到二十五岁 脑才发育完成 是的 当你发育的时候 你用个量大麻 会变成蠢子 蠢女 IQ会掉了 你自己掉了 不知道 第二件事 如果你那段时间 用大麻 你的可能性 变成schizofrenic 那些精神病 又高于普通人 这不是少的 而且大麻用得多 会影响脑后面的功能 脑后面 就是我们的平衡 行路的平衡 他的平衡又不好 所以打Hockey 就失输了 没有这些技术 你刚才说的症状 都是非常优惑 要不得 对 但是喝酒 和吃烟 是否没有这些问题 不是 喝酒 比大麻利害得多 吃烟可以有烟硬 吃大麻没有 大麻影响肺炎 我们没有这个原因 酒 中毒 会上老 肝硬化 皮 坏了 会致命 所以 港独来说 大麻比烟和酒低很多 所以我们规管大麻的过程当中 是可以完全参照我们 经过一百年 几十年演进过来 对于烟酒 尤其是吃烟和喝酒 都已经规划得非常严格 在这种严格的精神内涵当中 我们有没有 你同不同意 如果25岁的脑还在发育 吃大麻会变成蠢子 为了我们下一代 我们可不可以 规定25岁以下 不能够买合法买大麻呢 有一个 一个就是 法律不让他买 或者 我们要 教识市民 是有这个危险次 25岁不应该吃的 这是两个问题 因为如果你是 将年税升得很高 就是说很多小朋友 不能够用 你愈禁他愈多用 有这个问题 因为 我知道联邦政府 他有好心 就是因为做这件事 他说黑社会 弄走黑社会 我一公开了 不用去黑市买 不用黑市买 就不会说 随街有人开窗 这个就和当年禁走另一样的历史环境 是的 所以这个很难的平衡 你说用年税来说 在我个人来说 不应该用 完全不应该用 不过你说不应该用 一定有人用 你想想 我看一个数据 在加拿大 年轻人 由14至24岁 那段时间 我发现 有47% 100% 是用过大麻 吸过一次都算用过 吸过一次都算用过 9% 是的 我本来想 特别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 现在联邦政府的参议院 正在委员会讨论 如何修正C45的法案 让政府能够更有效规管 正确规管大麻 你刚才已经提出了第一个 就是教育 如果我有机会 可以向参议院提出建议的话 What is your top 3 你三大建议 第一个就是教育 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Quality Control 现在你这个 因为你开放了 那去哪里买 买就要那些 每个省有它的规律 走去酒店买也可以 或者另外开一个 dispensary 好像荷兰 它买的那些叫coffee shop 名叫coffee shop 荷兰已经合法了十多二十年了 这个一定要由政府控制 有inspection 要看下他们怎样做 他们做了每一个 每一个 那一包 要有个call number 说这个是哪间 药厂来 是哪个做的 是什么时候做的 有得追究的 因为如果一个病人 吃了不行 那他会问哪个 那你就会追到 原来他是吃这个 是这间厂出的 那如果这个卡厂 很多这些不出事 那又可以追到 那我觉得一定要这样做才行 这种做法会不会 跟现在香烟製造厂 所接受的规管 会不会更严格呢 应该很严格 应该严格 应该严格 因为你吃了一口烟 你就知道这个烟是哪个牌的 但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做哪个 但是这个如果是药 你一定要的 有call number 我知道现在 丹亚大一有一两间厂 已经这样做了 我就很赞成 这些人这样做才行 这是我第二个意见 第三个意见就是 駕駛车 因为駕駛 这样多人都用 如果他用这个 又用大麻 又有效喝点酒 酒精加大麻 危险性很多 那我们应该 要有一个方法 警察可以捉到一些人 谁是 但目前我们没有这个方法 唯一知道你吃大麻就是抽血 抽血怎可以當地知道你呢 抽血就拿回去驗 要一兩個星期才知道 所以我希望科學家這個可以做的 或者用口水 用口水 如果它有機器 一碰 吃很多大麻 不用聞味 就知道了 但是大麻的成份流傳在你身上的時間 是很長的 比酒更長 所以它影響你的精神 或者判斷能力的弱效已經過了 但是你身上仍然查得出來 所以科學鑑定的公正性和正確性 是要有更嚴格和更新的方式去做 現在我們沒有這個方式 所以那些警察束手無策 難怪那些警察一直反對他們 就說我們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你怎樣 我很同意這個 我們已經有這個 不過這個應該 我想應該不太難做到這個事 這個應該要積極研究 我今天跟你談這段 我們可以說 打開我們的視野 打開我們脫離道德 或者辯論精神的一種討論方式 去正確認識現在大麻 但是無論你是當初支持也好 不支持也好 現在大麻合法化是已經既成的事實 必須要的事實 所以我想請劉醫生 你最後跟我們的觀眾大家見解一下 我們如何正確認識面對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要明白 麻說是好事 不應該禁止的 可食可用 又可以治療人 不過它有毒的那個方面 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 先知道大家 社會各界人士 如何一起去對付這個問題 任何事情過由不及 一刀切說它不合法 不准存在 亦產生很多問題 但是如果合法之後 不正確規管的話 亦都可能會產生很多副作用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希望能夠提醒大家 我們如何發揮大麻 它正面的一些醫學上的功效 如何去有效地管制它 毒品方面所造成的一些害處 我們希望政府也能夠聽聽我們的建議 能夠有效規管大麻 周一長談生物事事話題 今天到此為止 我是黎碧佳BC李 下次見